范种国武郎 日本发动全面清华战争 范种国武郎作为日军铺兵第101连队长 也进入我国作战 由于范种国武郎长相比较凶狠 日本媒体将其塑造为军神形象 在国内大肆宣扬 范种自己也特别喜欢接受采访 经常摆出各种造型拍照 1938年9月3日 武汉会战前期 日本一家媒体到前线来参访范种 并打算给他好好拍几张照片 记者们不断吹捧范种样貌英伟 范种也特别骄傲 还带着他们来到了我国阵地对面的一处高地 还拔出指挥刀又跳又叫 配合记者拍照 但范种没想到的是 他当时戴着的一顶头盔 由于阳光反射 在高地上闪闪发出亮光 我国阵地上的哨兵被反光吸引了视线 用望远性一看 原来是个日本军官 我国少兵看着范种小丑一样的表演 哼得牙痒痒 可惜他们手里的汉扬造手枪 射程不够远打不到他 谁知正在这时 几个老兵从他们旁边走过 背着的还是三八大概 少兵们把情况一说 老兵立刻瞄准 一枪就正中范种心脏 这位军神因为摆拍被杀 也算死得很窝囊了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 有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语目即可观看